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业务能力好,长得好气质好 真实以及真诚,而且很通透 一博是个很臭的孩子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坚持自己是个很酷的人 我喜欢他,因为他喜欢那种倔强的孩子气 喜欢那种不受世俗影响的纯洁坚定的心 那是现在很多成年人所缺乏的 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向现实妥协了 做自己真的很难 希望王一博永远做自己 一博爱哭他真的很情绪化 越感性的人,内心越柔软,越容易受伤 但好在他是清醒的,总是跟随他的心 所以,如果你不再爱他,请安静地走开 如果你爱他,不要担心帅哥 让他非,我们要努力生活,努力工作 这样我们才有资本,有能力去爱 他不是他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只是他心里是属于一个说真话的人 是不讲道理的 所以认清了之后 学会不理会 学会坚持自己 学会坚持更加努力地变得更好 现在经常会讲用实力说话 想说多做之类的 可见他知道最重要的是用作品说话 寻求了正确的方向并为之努力 刚进娱乐圈他总是认真和别人讲道理 还说为什么不能找一个能听你讲道理的你女朋友呢 最后他发现很多人分不清是非都是从自己角度出发 他对世界有一点失望 但是后来他觉得没必要把精力浪费这些无意义的人事物上面 特别羡慕王一博的 他有很多我想要的品质 无论是优秀的天赋还是坚韧的性格 拿得起放得下的心态 以及面对质疑依旧能坚守自我的强大 我喜欢王一博 想成为王一博这样的人 可是太难太难 所以我想作为一个支持者崇拜者 看他在娱乐圈里打拼前进 王一博加油 他敢于做自己 不像其他男明星那样努力嗷人设 有时候蠢蠢得好像没有头脑的样子 可是这就是他呀 娱乐圈这样的人真的很难得了 他就是少说话多做事默默努力的这类人 特别喜欢他说的不要做别人控制情绪的木偶 就保持无感 别被情绪左右 虽然做到挺难的 但是每当情绪不好的时候想到他的话 就觉得自己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要抛弃情绪 默默努力 总会过去的 这世界不坏 夜里还会有灯打开 业务能力好长的好气质好 最重要的是让感受到 了真实以及真诚 而且一博也很通透 觉得这很难得 一博其实就是一直在做自己的事 这样对自己的目标很清晰 不会在复杂的环境中迷失自己 也许这也是一股清流的原因吧 在主持场合 他也是收放有度 也是值得我们在生活工作中反思的 别人耿直有时候就会得罪人 王一博耿直你就会莫名觉得可爱 觉得真实觉得他就应该是这样 喜欢王一博这独一份的个性 踏实 业务能力强 能吃苦 还这么帅 内娱独一份 太特殊了 二一目标 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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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